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國商務部長黃文濤 與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通電話 對美國限制第三方對華出口光刻機等 表達嚴重關切 商務部發布新聞稿說 黃文濤1月11日與雷蒙多舉行通話 雙方圍繞著落實兩國元首三藩市會重要共識 就各自關心的經貿問題進行了深入無實溝通 黃文濤說中美元首三藩市會誤 為兩國經貿關係發展指明方向 雙方應該發揮兩國商務部溝通交流機制的積極作用 為企業合作創造良好條件 黃文濤重點就美國限制第三方對華出口光刻機 成熟製程芯片供應鏈調查 制裁打壓中國企業等表達嚴正關切 雙方也就中美經貿領域國家安全邊界問題進行了討論 在同一日舉行的中國商務部例行記者會上 針對今個月初 荷蘭光刻機生產企業ASML被荷蘭政府取消部分出口許可 有些光刻機系統無法向中國企業提供的提問時 發言人粗角亭回應說中方高度關注美方直接介入干預 荷蘭企業對華出口光刻機問題 粗角亭說美方將出口管制問題工具化、武器化 甚至對其他國家企業間的正常貿易橫加干涉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同時敦促荷蘭方面尊重契約精神 支持企業開展、合規貿易、維護自由、開放、公平、非歧視的國際貿易環境 粗角亭強調中方將密切關注事態動向和影響 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根據路透社早前報導 ASML1月1日發表聲明證實 NXT-2050i和NXT-2100i光刻系統的出口許可證 已經被荷蘭政府部分吊銷影響小部分的中國客戶 而彭博社同日引述支持人士報導 ASML應美國政府要求 在荷蘭新限制措施1月全面生效前的幾個星期 就取消了中國的部分光刻機訂單 另一則中美兩國官員的互動 就是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黃小紅 應約與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視像會談 中方發布的消息指 黃小紅說 兩國執法部門應該共同找好落實中美兩國元首三藩市會晤 就成立合作工作組 開展合作達成重要共識 雙方應該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正確相處之道 以法治和專業精神開展務實執法合作 為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提供更多正能量 雙方亦就加強執法領域、對話、合作等交換意見 這兩則消息從內容上可以看出端倪 第一公安部的通話 中方官員是應約的 即是美方有時求上門 是因為美方關注的是藥物濫用問題 需要中國合作 通話是用視像進行的 至少雙方氣氛較好 事實上在中美元首峰會之後 美方第一時間宣布解除對中國公安部的一個部門制裁 兩國公安部的高級官員直接溝通 有助打擊藥物濫用 第二和兩國公安部相對平和的通話不同 商務部發布的新聞稿中沒有應約兩個字 即是中方有立場要直接向美方表達 表達什麼呢? 新聞稿中也有說明 就是美國限制第三方對華出口光刻機等一系列 對華壓制表達嚴正關切 雖然用詞是關切 這只是基於中美元首會議之後 不想分為被完全破壞的遠轉公開說詞 撇除了所有的外交用語 意思就是黃文濤打電話給雷蒙多 直接批評美方的做法 表達了中方的不滿 也有一層的意思就是 兩國元首會議的時候 說好了為企業合作創造良好條件 現在美方是不是不想落實? 如果不落實兩國元首會議的共識 那就不要怪中方有所反制了 結論就是中美的鬥爭仍然繼續 只是由過去幾年隔空對馬 變成了高層官員之間直接表達不滿 當然能夠找出合作的地方 還是可以坐下來談 無論美國的態度是如何變化 中國都會按照自己的外交議程推進 按照傳統 外長黃毅將會在這星期出訪非洲 這是中國外長連續34年 年初第一個外訪地區 都是選擇了非洲國家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黃毅將會在1月13日至18日 應邀訪問埃及特尼斯多哥和科特迪亞 即是象牙海岸 除了非洲國家 黃毅之後還將會在1月18日至22日 應邀訪問巴西、亞馬加 毛寧說這些國家都是中國的好伙伴 黃毅的訪問志在推動 落實中非領導人對話會的成果 就中非合作論壇新一屆會議與非方接觸 鞏固中非團結合作勢頭 毛寧又指出巴西、亞馬加 是中國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重要合作夥伴 今年適逢中國與巴西建交50周年 中國與亞馬加建立戰略夥伴關係5周年 中方將會以此為契機 通過這次訪問 與兩國進一步鞏固政治互信基礎 深化各領域的互利友好合作 密切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溝通和協助 中國推動中巴和中牙以及 中拉關係持續深入發展的 而就在一天之前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 中國在2023年與創紀錄的數量國家 提升了雙邊關係 尋求團結全球南方 根據彭博社隊中國的外交部發表的聲明進行的一行分析 在過去一年 中國升級了與17個國家關係的表述 其中大多數都是發展中國家 這是此前十年中都未曾見過的速度 報導說 華盛頓制定的外交戰略 而北京就反其道而行之 通過援助貿易和投資 來吸引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 美國史丁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韻就說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關係加深 中國越來越渴望鞏固和更多國家的夥伴關係基礎 對於經濟上依賴中國 或是具有相似世界觀的國家來說 情況更加如此 根據報導 2023年與中國升級關係的國家 包括了土庫曼斯坦 吉爾吉斯坦 賞比亞和阿塞俄比亞 以及拉丁美洲的委內瑞拉 烏拉圭和哥倫比亞 此外北京還加強了與所羅門群島 以及尼加拉瓜的關係 這兩個國家已經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 而轉向北京靠攏的 報導認為 北京對他們的雙邊關係有不同的名稱 它與委內瑞拉的關係是 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 意思是在各種條件考驗之下 依然牢固的友誼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對此回應說 在發展對外關係上 中國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 平等和尊重 中方認為每個國家 都應該在國際體系中有自己的位置 都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 世界的未來需要由大家攜手創造的 毛寧說 剛剛過去的2023年 中國不斷深化拓展平等 開放合作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 朋友圈越來越廣 新朋友越來越多 老朋友越來越鐵 這是因為中國始終都本著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則 和各國發展關係 也是中國國際影響力和道德感召力 日益提升的體現 和個別國家搞小圈子 牟地緣私利的做法有本質的區別 毛寧還說 作為發展中國家 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一員 始終都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 同呼吸共命運 堅定地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 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 不是要拉攏哪一個對抗哪一個 而是要共同捍衛世界和平 促進全球發展 維護國際秩序 中方將會繼續將中國的發展 和世界的發展結合起來 將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 和各國一起攜手應對挑戰 推動世界走向更美好光明的未來 外交部的回應 等於默認了聯合早報的分析 是的 中國就是在團結佔世界人口 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 但是並不是抗拒發達國家 關鍵是平等合作 用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有句名言 什麼是政治呢? 政治就是將朋友搞得多多 將敵人搞得少少 毛鳴在回應當中還加了一句 敲打美國搞小圈子的 做法是謀私利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